大家好 今天是1月7日 星期四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魁省宵禁 晚8点后出门罚6000加币 安省或跟进 1月6日周三 魁省政府正式宣布 从本周六开始实施宵禁措施 并延长高中和企业的关闭时间 以减缓新冠肺炎的传播 魁省省长周三下午宣布 相关的封锁措施将于周六开始实施 大部分措施会持续四周时间 直到2月8日 省长称 我们需要与时间赛跑 但不幸的是 我们现在似乎正在输掉这场比赛 魁省的封锁措施包括 全省宵禁 时间为晚8点开始至凌晨5点 违反宵禁的罚款为1000加元至6000加元 非必要场所关闭至2月8日 但允许在路边提货 餐厅 健身房和饮院将继续关闭 小学将按计划于1月11日开学 五年级和六年级强制戴口罩 高中将继续关闭一周到1月18日开学 托儿所继续开放 图书馆将向那些想在里面学习的人开放 超市和便利店将在晚间7点30关门 魁省人允许去滑雪 但仅限于白天 魁省在宣布实施更严格的宵禁措施后 安省省长福特也在1月6日表示 不排除安省也将采取同样的宵禁措施 而这取决于未来几天安省疫情的发展 加拿大600囚犯周五可以接种疫苗 因争议 疫情严重程度不断增加 但由于疫苗的供应有限 导致很多加拿大的一线医护人员 还没有来得及接种疫苗注射 就在这种情况下 据佳媒报道 加拿大联邦监狱的部分囚犯将于本周五开始接种新冠疫苗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争议 加拿大陈教人员工会表示 该试点项目将使监狱接受1200剂疫苗 足以为600名囚犯注射所需的两剂疫苗 工会没有确切说明 哪些监狱将接受第一轮疫苗接种 工会表示 按照联邦政府的建议 这1200剂疫苗将优先考虑患病囚犯和老年囚犯 监狱的官员和雇员不在第一批接种疫苗名单之列 但工会没有透露监狱工作人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接种 此前有倡导者说 考虑到监狱对疫情的敏感程度 以及该人群中慢性病的流行程度 应该让囚犯迅速接种疫苗 数据显示 50岁及以上的囚犯占联邦监狱人口的四分之一 拥护者指出 监狱里的人们老得更快 而且健康状况也比普通大众要差 本周二联邦保守党领袖奥图尔 抨击了有关囚犯接种疫苗计划的消息 他在推特上写道 在任何易受伤害的加拿大人或一线卫生工作者接种疫苗之前 不应该为任何罪犯接种疫苗 最近加拿大的疫苗接种速度也受到了抨击 因为全国接种疫苗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以色列 美国和英国等国家 本周二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他得知已经交付给各地区的大量疫苗 目前仍滞留在冰柜中 并没有及时地给弱势人群接种 特鲁多表示 他对此感到非常沮丧 美国国会暴乱 特鲁多表态 1月6日下午 美国国会突然出现大规模的抗议和暴乱 成千上万名特朗普的支持者 早已包围了整个国会大厦 最终强行闯入国会大厦 甚至发生枪战 导致有人中枪身亡 赞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当天下午 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关切 特鲁多称 美国的民主制度很强大 希望不久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并补充说 他希望事情会平静下来 以便选举进程能够正确展开 在周三晚些时候 特鲁多再次在推特上表态说 发生在美国的对民主的攻击 让加拿大人深感不安和悲伤 美国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和邻居 特鲁多称 暴力永远不会成功推翻人民的意志 美国的民主必须得到维持 而且将会实现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每天的完成 100点 15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